很久沒來 這麼久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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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兩位都在做這次的工廠 可以這麼久沒來 播重點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其實我還在酒醉 我酒醉是因為 想說今天要講話 其實我是 因為我是讀武專的 所以我很早我就 畢業 然後當兵 然後就進入職場 所以我當時我在所謂的檔外雜誌工作的時候 是1986年 我是54年 1965年生了 所以我23歲 我就在所謂的檔外雜誌工作 那當時我是 可能應該是 是當時最年輕的攝影記者 或是最年輕的記者 那說實在喔 因為我是念化工的 那所以我對剛剛黃文講的那些 比較民主運動的那個關鍵的時刻 就是在解嚴或者是民進黨主黨 其實我還在當兵 那時候可能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 那時候的軍中人看入民進黨不能寫 要寫差 打差的差 差進黨 所以那個三個字還不能講 我是在那個年代這樣走過來 所以我其實我在當記者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懵懵懂懂 但是我對於攝影可能 只有對於攝影的一股熱情 那進入這個圈子 所以當黃文對來龍的很多觀察 其實很細微很深入 那因為他進入這個圈子比較早 我應該是這個雜誌停刊前的最後一個 一個攝影記者 那當時之前有方文 還有那個宋榮全 那下禮拜也會來參與座談 所以其實我參與這個工作 我比較是從一個對攝影有熱情的年輕人 他比較不怕死 然後也覺得說這個工作是讓我會覺得很快樂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可能也是當時在那個我們之前雜誌社的 就這個展的訪談有提過 我也是這算早期少數有被抓訊過的那個攝影記者 然後也少數有這個榮幸 讓我們的這個陳水扁總統擔任辯護律師 在在2000年的時候 2004年我舉辦這個報禁解除20週年的這一個展覽的活動 在中正廟 那現在大概名字有改回去 那個在中正廟辦一個報禁解除20週年的展覽的時候 那個當時那個阿扁總統有來參加這個開幕 我還拿那個他幫我寫的辯護狀給他簽名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從一個比較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跟觀察者的角度在看這個事情 就如果沒有當時的檔外雜誌沒有來用 那我常常會覺得說精細何細 就你在看現在的媒體 你在看不管電子媒體 你在看平面媒體也好 你會覺得說 我們當時在追求的是什麼 那今天的狀態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那我們要再怎麼去走下去 這個是我們 我常常會看媒體有一種 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那其實在當時 有人問我說為什麼我念化工來當攝影 我說因為洗照片是化學環運 所以當時沒有這個數位相機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改考 雜誌社的暗訪就在大概那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是要去拍完照片 要回來是要洗照片 那時候還是 黃文跟少龍泉當美術指導 那時候是那個手工港 那可能很多在座很多朋友知道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還要請照相打字的小姐 然後打那些字 然後我們要去割 割大小 割圖片 然後要用那個 配我這什麼 有一種膠要貼上去 貼到那個整個 要把它貼到那個手工稿上面 然後再送去 然後其實我的印象裡面 奈隆是一個很貼心的人 就我們我記得是每個禮拜三晚上 開始結稿 那時候我們的那個 雜誌社有兩個最厲害的 一個是奈隆 一個是那個林潛逸 是我們那時候的應該算 總主題 他們就會都會很特別的在講一些電話 然後就會寫出隔天的那個封面故事 那 那一種很貼心 就我們那時候 他會找 當時的那個映幕 也是叫小秋 就我們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 每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是吃永和豆漿 半夜的宵夜 然後一個禮拜是吃那個 復興南路的青州小菜 兩個禮拜會不同 那 我們每天就是 大概禮拜三做攝影的 還有那個做後端的這個工作人 就要從晚上一直工作到凌晨 我一直很遺憾的 我不曉得要遺憾還是說 我要慶幸 就是說 其實那個4月7號 之前 來弄製球之前 事實上那個便衣已經在 我們這個雜誌社的周圍都 在這個步哨已經 就是持續的步哨 在我們的周邊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那 我其實我當時沒有那麼的 有那個景感覺 可能 方文他們對 來弄比較熟 比較有深度的交往 那我當時 老實講我只是一個年輕的攝影記者 1988年我大概25歲 所以 我一直很遺憾說 我那時候怎麼沒有多拍一些 來弄在製球的這一個 包括編輯室 包括總編輯室 包括整個工作的那個 事實上那時候要進來很困難 各位不要看 剛剛坐電梯上來 之前事實上那個 包括樓下 包括我們的門口 都是重重的鐵門這樣子的關牆 就是大家為了要保護來弄 然後跟那個國民黨對抗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那個 我們雜誌社的自身編輯 叫李真祥 他是做了第一手的這個採訪 在 那個當時李真祥做一個第一手的採訪 就那時候來弄就講出說 國民黨可以抓到我的屍體 不能抓我的人 但是 老實講 對於我們這種 比較不太細 我們真的是不瞭解說真的 有人在那裡用 大家人在那裡用 所以事實上 包括後來 發文的或是小霞後來 來拍來弄 但是事實上我因為有在 早日在工作 可是我拍來弄的照片拍得很少 我為什麼說我很遺憾或是很慶幸 就是 事實上4月7號當時 4月7號就是 禮拜四的早上8點 那個就是 雜誌社剛好禮拜三晚上結稿 然後到禮拜四清了 事實上禮拜三四的早晨 就是雜誌社人最少的時候 因為就是說 該寫完稿的回家了 該結完稿也回家了 該把這個稿子送去印刷場 也送到印刷場 其實我在雜誌社工作的時間 我常常就有時候很累 在隔壁這個資料室 有一個行軍船 那有時候很累 我就會在那邊睡覺 或是其他人就會很累 就會在那邊睡覺 我一直很遺憾說 我那一天 4月7號的八股 是睡在我家的床上 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沒有手機 那時候只有BB Call 然後有人Call我 我回電說 你十幾乘出事 十幾乘出事 十幾乘出事 那我趕來的時候 已經就是 奶肉已經自焚了 那我對這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在 在對自己問 就 我那天怎麼沒有睡在雜誌社 我如果睡在雜誌社 我應該會拍到一張 或是可能沒有拍到一起 就我那天 如果我睡在雜誌社 我剛才拍到一張 這個 我有生以來最厲害的一張照片 那這個 講當然是 有攝影的某一種無奈 但是也某一種 需要 在當下所謂決定性的瞬間 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 後來 後來 後來我才知道說 有一種人他願意為了自己的理念去 堅持到 這一種程度 我是少數來弄智魂之後 跟那個 麒蘭姐 還有幾個雜誌社的朋友 來到這個編輯室的現場 拍來弄的那個 大體的 這一個照片 但是我那時候沒有恐懼 我那時候 唯一看到的就是一種 台灣人的堅持 那這個堅持 事實上 這個時候看起來就好像張文文講的 就如果這個堅持 不是在那個時候就點燃那一把火垂速 而是堅持到現在 那台灣的民主或是台灣的現況 或是怎麼樣 我想我們大家不知道 但我要 因為我 我剛剛在 在我公司找了一個成年的資料 就在那個 這是民國 民國 什麼 90 90年 就1989年 在來弄製粉之後 葉菊蘭宣布參選 有一群 有一群這個劇場圈的朋友 那時候有的是劇場圈的朋友 有的可能才剛決定他要參與劇場的工作 我們組織了一個叫做葉菊蘭劇場工作隊 那當時的這些朋友 我們就在那個 衛奧前醫師那邊 我們就在那邊排戲 然後編劇本作大聲人啊 然後做很多東西 就來幫葉菊蘭來助選 感謝花粉 那我當時候 花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我跟他們一起的生活 那現在很多這些 當時參與的朋友 都是劇場圈 已經有一席之地的很多好朋友 包括像胡彭鳳 現在已經是金鐘影帝 他那時的角色只能扛大傀儡 也還不能當主角 然後像那個金之眼色的黃龍毅導演 他是那時候是剛從 當業務 當那個機車零件的業務 然後希望投入劇場圈 他有像那個阿強那個 南亞戲劇團的藝術總監 很多很多朋友 透過來弄的召喚 我們參與了這個 葉菊蘭劇場工作的這個工作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新國家運動之後 這個照片我想大家常看到 拍了這個葉菊蘭跟鄭主美 那個照片 那個主美好像已經結婚了 所以有時候這樣子想起來 你...我那... 你高拐 我的老天 我們有時候很慶幸說 我...我...我...我前幾天在講 其實數位攝影的時代 好像攝影的門檻降低了 每個人都是攝影家 這個不曉得信還是不信 我如果是念化工 然後現在是數位攝影的時代 應該是找不到工作了 因為不用洗照片了 但是我很慶幸 我有參與到那個年代 我認識一個台灣人的英雄叫鄭南龍 也跟他一起工作 然後也跟...因為鄭南龍 所召喚來的這一些文化藝術圈的朋友 我們做了一些美好的事情 所以... 雖然現在我可能不是在攝影的工作 但是還是有機會 坐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我們那個年代所共同的一些... 記憶啦 我想這個是... 萊龍不管他在或不在 一直會留下來 給我們的一種共同的... 的一種記憶還有共同的一種資產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來... 來跟我們分享當時的一些經驗 也希望如果待會兒有機會的話 再跟各位...跟各位來聊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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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le 塭